来到一个星期一次的澳洲情怀4月20日星期三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稍微早一点点录音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已经纏了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假期之内我们电台的员工 幕后的工臣都要放假的 所以我们要早一点点录音 今次和以往一样 布里斯本的Cris 雪莉的湘华 莫尔本的Julie 我想都已经来齐了 各位好 两位别来无恙 我们要争取时间 每次都说到收不到口 时间又多 今次我们要争取时间 不要说那么多天气 不如说说澳洲的大事 澳洲的选举在绩 各样的资讯就含着出来 有一个澳洲的智库组织 叫做Low Institute 是经常做一些调查的事情的 上次也说过了 竞选期间竞选对手互相攻击 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和共产党勾结 共产党的事当然是现在说中共 澳洲华人怎样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怎样看他们的习近平主席 跟澳洲 撤身的澳洲总理 现任的Scott Morrison 到底比较是怎样的 最近这个Low Institute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的 调查对象 也是澳洲的华人 全部是华人 应该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这个智库组织以往都是相当之 有重要性的 政党也很看重这个智库组织的调查 好了 1,002个澳洲华人 他们的成份是怎样呢 Born in China 就有48% 差不多大陆人 Born in Hong Kong 14人 Born in Hong Kong 48% Born in Hong Kong 14% Born in Australia 13% Born in Malaysia 8% Born in Taiwan 6% 那就是 中国的成份 20%就是香港和台湾 20% 实际上是他们多的 两位Julie是不是 现在我们走出街 大多都是说葱葱葱的了 他们比较恶 人多 这个我们接受的 好了 如果整班人混合来计算 就有47%是澳洲公民 即是说已经宣誓入籍澳洲 效忠澳洲了 又是差不多一半了 有27%就是永久居民 就未入籍的 PR 其他那些可能是学生 遊客 那些 那些 加上就少少了 20% 这样 这样 那这个橫切片也挺好的 好了 首先 这个 这个支付组织就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自己是什么人呢 认为自己是澳洲人 就是澳洲人 就是澳洲人 就是13% 认为自己是澳洲人 华裔澳洲人 就是中国人 有35% 这两个有点微妙的分别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有43% 认为自己是澳洲人 没有其他的了 我是澳洲人 也有5% 好了 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认为 中国是澳洲的 合作伙伴 是不是呀 这样就有73% 说是呀 73% 但是去年的结果 问同一问题 有66% 那今年又多了 那就有点奇怪了 至于同一个问题 你认为 中国是不是澳洲的伙伴呢 问普通的澳洲人 就是一般的澳洲人 就只有34% 说是呀 比对华人的73% 就少很多 是吧 好了 那我问第二个问题 还更加尖锐 你认为 是不是中国 是澳洲的威胁呢 有27%的华人 就说是呀 27% 那也是少数 比较去年 又少了 去年34% 今年少了 就是说 普遍来说 在澳华人 对中国的印象 今年是好了 哈哈 至于问同一问题 中国是不是澳洲的威胁呢 问普通的澳洲人 即非华人 有63%认为是的 63%的普通澳洲人 认为中国是澳洲的威胁 比去年的41%多了一半 所以政党的东西 当然是出炎附势 就是贪求民意 那样东西 就是 走青扁 这样 都成了这个势 利用到澳中关系 这个东西 就是 以澳洲 视中国为威胁的东西 作为竞选的手段 有些政党出来抽水 又抽一下习近平的水 习近平几乎你敌头工党 那就是工党的对头人 拿出来 害工党的 得到有这样的认知 这才会有这样的手段 好了 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对澳洲政府 知不支持啊 这样就是 华人来说 就说对澳洲政府的支持 有68% 就说支持澳洲政府 这个也挺好 但是一般的澳洲人 就不要说对某个人 对Skorn Morrison 怎样看 对政府知不支持 澳洲人对澳洲政府的支持 信任 信任 有92% 华人68% 澳洲人有92% 这个也是值得解读的一件事 好了 说完澳洲就说中国 那么 你信不信任中国政府呢 就访问这1000个华人 67%是支持中国政府的 但是有84% 是澳洲人 普通澳洲人 是不支持中国政府的 那又是澳洲人 就恨中国多些 那华人就对中国 有点感情分 就是这样 好了 好了 那么说 华人对澳洲 对世界领袖的支持度 认为哪个领袖 最值得支持 原来排台 第一名的就是纽西兰总理 那个 那个 Jacinta 阿丁 那华人有68% 说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 第2个呢 你想不到 是习近平主席 华人有60% 60%说习近平好弱 那同样的问题 美澳洲人呢 有90%的澳洲人说习近平不好弱 那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那接着呢 就是排第3个呢 华人印象好些的呢 就是英国的 的首相 Boris Johnson 有52% 啊 撞他的鬼啊 普丁 直接都已经 变成过街老鼠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你两个都不会喜欢普丁的啦 原来 华人对他的评价 有51% 说他好弱啊 51% 有一半华人 受港的华人 华人说普丁好弱啊 对不起 但这个很维持的 你这个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的 是2月24号呢 是这个 俄乌战争之后 我认为战争之后 战争之后 战争之前 因为没有做得那么快的 这些设计做了几个月的 肯定是2月之后做的 然后4月 2月之后爆发了战争 我想现在再做就不是的 那以前普丁的直觉是给人一个很干练 很强硬 很有能力的领袖的 但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澳洲人的反应 对普丁 不喜欢普丁的 就算在这个 俄乌战争之前 都有86%是不喜欢普丁的 是 华人的51% 对澳洲人的86% 然后再来才到 Squad Morrison 我知道Julio也挺拥护他的 只有49%的华人说他好强 接着这个我就应该不信气了 林郑月娥 有48%的华人的受访 就是说他好强 48% 然后到菅义委 日本首相 45% 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是好强之前了 也不是坚义了 那时候 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 是呀 日本转了 几个月了 是呀 拜登很多人叫他废登 有42% 蔡英文就好小小 43% 好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问题 如果澳洲跟随美国 去打仗的话 对手是中国的话 你认为澳洲应该怎样 那些华人的 2000个华人的反应 有74%认为 澳洲应该保持中立 如果是美国和中国打仗的话 有74%的华人认为澳洲 要保持中立 西人 就有57% 比较少 如果美国和中国打仗的话 澳洲应该帮中国 有14%的华人 就说应该的 应该帮中国 只有1%的西人 就应该帮中国 14% 对1% 就是大部分的澳洲人都不支持 若果打仗的话 支持中国 若果 美国和澳洲 美国和中国打仗的话 澳洲应该支持中国 有11%的华人就说应该支持美国 应该支持美国 有41% 这也是多 有一个差别 41%的外国 就说应该支持美国 所以 很明显 澳洲华人 对澳洲的认同 或者 对中国的看法 都跟本地所谓主流社会的 西人 都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那 调查结果就是这样 怎样解读化呢 影响到政府以后 就是对这个种族 community afflict minority的政策是怎样 怎样要加强教育 加强国民归属 这就慢慢让政府 怎样使用这些数字 数字就说了这么多了 就还有几分钟时间 或者让两位说一说 你消化不了的数字 随便有什么个人观感 随便说 我就觉得很 consistent 很 consistent 就是说那些华人 那些所谓的华人 你不要再分析香港 还是大陆 台湾 就是说那些华人 他们喜欢习主席 喜欢普丁 喜欢林郑月娥 是很 consistent 喜欢强势领袖 他们不会说 他们不会说 喜欢习主席 就很討厌林郑 不是 他们是很 consistent 他们又很喜欢普丁 就是他们那些喜欢的东西 是很 consistent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OK 听起来 就是不是很contract的 是吧 所以变了 我就觉得 就是这些人 就是 其实他们 他们的答案 都是那些 就是那个圈子的那些 所以很 consistent 所以我觉得 就是听到之后 但是第二件事 我就觉得 所谓的华人 就是 因为我都 哎呀 怎样呢 因为如果你问我 我就不会再说 我是什么华人 我当然是说我自己 我是澳洲人 就是我自己 已经不会再周围 跟别人说 我有什么华人 因为华人里面的种族 也有很大 香港 我们就是 我们是六四走出来的人 那我真的 不可能 不会认同中国 就是他们的行为 那台湾也是另外一种人 但是如果将来台湾 香港 一堆 对 我认为华人 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要分开 为了要分得清楚 所以如果别人问我 你怎样去认识你自己 我说我是澳洲人 实际上我来了澳洲三十年 我完全是融入了澳洲 还有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变了我没有 太多这些负担在我的身上 因为我是拿着澳洲负担 所以就说 自己的称呼 有区别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Chinese Australian 就是叫做 华裔澳洲人 华裔澳洲人 英文和中文说话表达是不同的 英文是重要的一件事是最后的 大家明白吗 譬如你说我在哪里住 我住在Carrindale Carrindale Brisbane Carrindale Queensland Carrindale Australia 是不是最大的一件事是最后的 大家明白吗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最后的 所以 Chinese Australian 就是说 Australian在最后 华裔澳洲人 澳洲人的身份是最重要的 中文就不是 中文就说你在哪里住 我住澳洲 Punseland Carrindale 什么街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最后的 是不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最后的 所以 变成澳洲人的中国 澳洲人的中国 变成 中国人的最重要 就是澳洲华人 澳洲华人 澳洲华人 中文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放在最前 所以现在美国也是这样说的 不会说 American African 就是说African American Black American Black就不会说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说美国这件事 所以我们 跟 其他人接触的时候 都是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我是Chinese澳洲华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澳洲华人 一个最高法院的 黑人第一个女的法官 他们说 This is the first black 所以很多人说 美国人说black I don't think so 现在在国会那里是说 第一个黑人女的法官 所以呢 其实 我们怎么认为 他要拿黑人说black 就是说black 不是一个discriminate的一个形容词 因为现在那些左交成 很多人好像连咖啡都不准说black coffee 那我一向都不认为 所以第一 我认为 不是这个重要的 因为你是不是真的不能说black black是一种color 所以我觉得 就算美国都不是 其他国家应该都不会 第二 我觉得那个 interview 那个统计当然有价值 凡是一些中立的 没有hidden agenda 合理的 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你会发觉 我们这些所谓的华人 其实我很恨这个名字 因为他的译成 英文就全部都是Chinese Chinese 但其实新加坡的Chinese 什么的Chinese 是很不喜欢 你认为Chinese 又译成中国人 这是一个very confused 的字 所以 很混乱 但是你会发觉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 他们会 拥护一些 没有认受性 非民选 所谓的 的领袖 这些其实是跟全世界的价值 是背道而似的 这么大堆的 所谓 华人 背景的人 来到我们澳洲 又说 拥抱多元文化 他跟这个世界的价值 这么背道而似 不要以为教育是可以的 我常常说 教育第一 我自己本来教书 一定不是万能 第二 所谓教育 是学校教育 但是他有 为什么那么多 所谓中东人 去到不同的国家 都是发挥他的中东特色 甚至是搞搞阵 甚至是做恐怖分子 他们很可能 根本在文明国家那里 是出生的 他的家庭教育 他的社群教育 或者他所接触的电视 电影 对他来说 都是一种教育 其实这个 我们真的要好好 想清楚 所谓 全球化之后 引入了很多不同的 民族语言 风格宗教的人 进来某一个国家的话 你是否做了一个 大用奴 还是在 第二个角度里面 是破坏了你的基础 如果我们的 所谓中东人的背景的人 都有相当一部分 是认同这个极权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一种的 笑头 而且我知道他们是用很多微博的 微博就是一个 他们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你现在他们来到这个自由社会 可以上这么多世界不同的 传媒 Yahoo 或者Google 或者whatever 的平台 他也是要走回那个微博 但是微博是一些什么 我想我们大家 看多点 我不看 看得不多 你都会明白的 还有你刚才那个统计 也留意到 他不是 老人为主 就是有 不同的年龄层 应该什么都有 是的 是的 很多不同年龄层的都有 这个也是令我们引起警醒的 不要以为年轻人就融入到他们 或者他们融入到主流社会 这个不是的 不要以为你的主流社会是怎么样 年轻人说 这一代不行 下一代就可以 这个也是引起我会特别去 很警觉的一件事 我想 我们下一个环节继续讲 下一个环节继续讲 好